你知道吗?这种废旧的砂轮机,只需把它简单的改装一下,就可以变身成为一台家用的发电机。 平时用来给家里发发电,或者户外取电的时候,应应机都非常的合适。 改装的第一步,就是要把它的防护罩和砂轮给它拆卸出来。 拆完再把外壳同样也是给它拆掉。 用一把凿子给它敲敲敲,把它敲打出来。 打开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,它的里面是有一个转子和定子组合成的电机。 这里先把转子给它取出。 这个发电机想要发电,它是依靠这个带有磁性的转子,在线圈里面做磁感线切割运动,从而发出电流的。 但是现在这个转子,它不具有磁性,所以现在找来一根铁棒,来重新给它制作一个带有磁性的转子。 这里把这根铁棒放到一个车床的上面进行加工。 把它制作成一个合适的转轴。 转轴加工完之后,找来一个塑料件,把它靠到转轴的上面。 再用笔和直尺在表面画一下记号。 然后刷一点胶水上去。 接下来就是给它的表面,安装上一些磁铁了。 把它的整个表面都给它贴满。 随后给它安装上一个轴承。 处理完就可以把它装回到砂轮机的外壳里面了。 外壳安装好之后,找来一个皮带轮。 用个锤子给它敲敲敲。 给它安装到发电机的转轴上。 下一步就是找来一块木板,用作它的支架,把发电机给它放置到木板的上方。 然后找来一个电机,用这个电机通过一根皮,带来带动这个发电机进行发电。 现在找来一个电瓶。 把这个发电机与电瓶进行连接。 这样在电机的转动下,就能带动发电机的转子进行转动。 接下来就是找来一台电风扇,来试试它的发电效果。 可以看到在发电机的带动下,这台风扇是能够进行工作的。 不知大家觉得这款发电机怎么样呢? 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,麻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,给视频点一下赞。 对发电机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视频收藏,或者关注一下小编。 小编接下来将带来更多实用的制作改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